小學常識科將會分拆成人民科和科學科 教育局要求有意推出兩科教科書的出版社 明年9月將首階段的教科書送審 由出版業界人士表示 書箱只剩下不夠10個月時間 完成小一和小四級兩科的中英文貨本和電子貨本 但過往審書之前會提供至少12個月時間 如今在時間和人手不足、招聘困難等情況下 出版業界將會十分吃力 同時新科目內容比以往更廣更深入 即使教育局表示兩科的內容建基於常識科 但要短時間之內編寫成書也不容易 至於教育局指會在2025年2月公佈審書結果 但根據過往經驗 審書之後仍然要按指印修訂之後才可以通知學校選書 因此建議當局完成審書之後 盡快給出版社推廣 配合學校慣常選書時間 確保兩科正式推行的時候 學生有書可以用 教育局回覆查詢的時候強調 會與出版商密切溝通 確保審書過程順暢 又表示人民科內容建基於常識科 當局近年提供的常識科資源適用於人民科 科學科的資源也會在本學年內陸續推出 指定他最高於一刻 總統貸工人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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工家 发展所在出現在的中文新巡動